而接下来的这几场是在吉安湘、伊昌以及纳豆兰部落 他们将会在8月28号举办部落的一例信 2月3号的上午是由伊昌部落头目和纳豆兰部落头目 率领了青年代表30人来到了县政府来报信息 县长许正位是亲自接下了小米、槟榔、忌酒等新物 也邀请民众一起来参加吉安湘、伊昌以及纳豆兰部落的一例信 由吉安湘、伊昌部落头目李玉书 纳豆兰部落头目罗金城率领青壮年阶层代表共30人 与部落风年祭前夕23日上午来到华联县府前广场报信息 宣告8月28日将举办宜昌及纳豆兰部落风年祭 族人感谢上昌的赐福 由徐正位亲自接下小米、槟榔、忌酒等信物 徐正位表示 每年7、8月所举办的部落风年祭为阿美族年度盛事 县府长期重视部落祭仪及文化传承 很高兴代表乡亲参加部落风年祭 届时将与族人同乐 与部落共享文化价值 简安湘部落风年祭从8月6日开始由各部落陆续办理 历经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办 疫情趋缓的暑假 吸引不少游客在周末前往各部落体验风年祭 县府感谢为族群文化传承不遗余力的族人 并持续邀请民众一同参加阿美族部落风年祭 并提醒尊重部落文化祭仪 在重要祭典时刻切勿打扰 其他时段部落定会热情款待 记者长邦彦女士报导